有粉丝给老弟留言说在火锅店点的小酥肉总是吃不过瘾 今天老弟教大家后腿肉或者里鸡肉都可以啊 先给他切成薄薄的厚片 再给他切成细细的粗条 看到没有就像我这样就行 切好以后找个破盆给他怼入 往里面加入盐和花椒粉啊花椒粉适当多一点 找一个盔子放点葱姜往里面加入料酒 再来半勺的清水 然后用你的右手实际的给他刷啊把葱姜的汁水给他刷出来 倒入肉里面那小腥味等一下就没了 再加入一把姜末给他抓败均匀 然后往里面打入两个袋 公鸡袋形母鸡袋中 再往里面加入玉米淀粉啊 调节好的你加红薯淀粉 红薯淀粉炸出来特别的酥脆 给他抓成这个熊样就可以了 锅里面烧油六七层油温 一根一根的给他下入啊 下的时候小心点油温高 接到手上这不是举个泡 可能疼了 下入以后让他定型 定型以后再用勺子 给他割了割了 有个别粘连的属于这场情况 给他炸熟以后捞出来 再使油温升高再给他复炸一遍 这样炸出来特别的酥脆 给他炸到啥程度啊 看到没有颜色金黄万苏里嫩的 哎就可以了 捞出来控油 牌子上面在那的烧烤料 摘着吃 这不就好了吗 虽说老弟不能陪你一声 但是你的胃 马马登当 刘先钰 鞋 在焦炼